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說警員去做臥底, 現在有單新聞竟然是警員進行臥底行動時 被他的高中同學認出來, 酒吧內的人包括職員及顧客竟然即時群起包圍警員和禁錮超過四十分鐘, 包括進行拳打腳踢。 我們看看新聞說什麼, 這件事一共有六名被告, 根據新聞所說全部都有三合會背景, 他們承認2021年10月19日在尖沙咀某一個地庫的酒吧非法禁錮警員。 這六名被告分別是姓賽的DJ, 姓李28歲的酒吧負責人, 還有一個姓默的29歲時應, 一個姓江的26歲地盤工, 還有一個姓胡的27歲運輸工, 還有一個姓鮑的23歲, 報稱是沒事做的人。 姓胡的被告承認同一日在同一個地點襲擊警員, 令到他受嚴重傷害。 庭上透露, 原來這六名被告都有案底, 部分人是有黑社會背景。 安程就說, 事主是一個臥底警員, 案發當日凌晨4點多, 喬莊顧客去到酒吧收集情報, 酒吧的職員就說有警察查牌, 是需要暫停營業。 而事主準備離開時, 酒吧的DJ就認出事主原來是他中學同學, 他又說, 你這個死警察, 跟著就問到事主是否過來執法, 事主就否認, DJ就大喊, 說這裏有警察, 事主立刻被接近10個人包圍, 他們就要事主交出身份證, 他被人拉扯和用間尺等等的長條襪襲擊, 他曾經是衝去後門, 但是被酒吧的侍應, 姓麥的被告阻擋, 而在場姓鮑被告就拉跌事主, 跟他說自己最討厭警察, 事主就再被四到五個人用腳踢, 他試圖逃走, 但是被姓鮑被告拉返回酒吧, 亦都是躺在地下, 任人拳打腳踢, 事主就要求離開, 他們就不讓他走, 拒絕他拉, 然後姓鮑這個人, 還說要跟他慢慢玩, 之後事主就坐在沙發上給10個人為偶, 他拒絕交出身份證和手機, 就被姓胡這個被告拳打眼睛, 事主最後交出自己的財物, 姓剛這個被告就建議讓事主體驗一下 被警察搜身的滋味, 之後事主就由酒吧負責人李偉君 和運輸工人胡家俊帶入一間房間, 他們要求事主剝衣服, 和將個人財物放在桌上。 這段時間, 姓李這個被告掌掛事主兩次要他動作快事主照辦, 姓胡這個人就跟他拍照, 姓李這個人就看他手機內容, 兩個人就問到事主所屬的是哪一個隊伍, 和去酒吧的目的等等大約10分鐘, 房外有人就叫事主穿件衣服, 姓李這個人就說他自己只不過在賺食, 就叫事主不要搞酒吧, 就當自己從來沒來過。 整個事件持續40分鐘, 事主終於都離開, 去到急症室就發現原來左邊有條肋骨骨折, 他經過心理評估後證實患有創傷後遺症。 6個被告在第2個月就被捕了, 其中姓胡的被告就說自己只是一個顧客, 曾經打事主的肚子兩次, 但出手時不知對方的身份。 而辯方律師準備求情時就被法官打斷他講話, 他說:「你班人那麼激動幹什麼呢? 現在警員不可以去飲食嗎? 就算他真是去做臥底, 如果是正常正當酒吧正當經營有什麼好驚呀? 查牌經常有啦, 那麼緊張幹什麼呢? 在做非法勾當當時不給人知呀? 法官又說, 由他們所寫的求情信見到, 涉案的酒吧當時是違法經營的。 法官直接就說這班被告還不是在妨礙司法公正, 而聲光的被告求情, 他在案發時覺得自己有責任要保障酒吧權益。 法官反駁, 誰叫你犯法呢? 警員來查, 就可以禁錮他, 打他, 侮辱他, 保障處所。 律師就繼續說, 聖胡被告當時未了解件事, 亦曾經叫人停手。 法官就說, 聖胡被告當時有問事主所屬是什麼部隊, 亦有份私集, 叫人不要打, 他自己又打。 法官又問事主的臥底行動, 控方就說, 事主當時不是執行違反防疫規例行動, 但整個行動因此而終止了, 事主亦拒絕索取創傷報告。 法官透露心理報告, 說事主曾經是試過失衝, 聽不到話, 亦曾經是試過想止行了斷。 控方回應, 說警方心理醫生未見到事主, 有這個看不開的念頭, 說這個念頭未必是跟單案有關。 這些又是電影情節來的, 這些黑社會是完全惡道, 你知道他是警察, 然後你是可以禁錮他, 你打他, 脫掉他的衣服, 你不怕警察事後去告你們嗎? 事後去告的話, 其實都是跑不掉的。 其實這班人的行動, 我覺得是非常之匪夷所思的, 根本是不會理解得到, 他們是想做什麼想什麼的。 其實既然知道他是臥底, 或者他是警察的話, 趕快關了門, 不要讓他繼續搞事就算了。 打完人, 可能真的要受罰的。 現在, 你打完人, 沒可能就這樣算的。 除非你是在拍電影, 還說要等他試下, 被人守身的滋味, 權力大到這樣的嗎? 他當我自己是執法人員那樣完全。 那這班人, 如果是連警察都敢這樣打法, 還敢這樣禁錮, 那他對著一般市民 會不會更加凶狠呢? 想起都恐怖咯。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對於今次這單案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